結束日都是12月30號 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呢 我第一年在這裡 這是第二年 這是第三年 好 那我剛剛寫的時候 我就不管 我這邊就算 完了 接下來我的 這邊算一年 一年 一年 我剛剛 現在寫法是這樣 那另外一種算法呢 就是假設我都是一半 好 所以第一年 我第一年呢 是不是四百萬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第一年是 一百萬的折修費用 好 這邊五十萬 這邊五十萬 好 那課本上面呢 就是我現在算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二年的這個 差二年的一月一號到 差一年的一月一號到 差一年的六月三十號 五十萬 差一年的六月三十一 七月一號到 差一年的十二月三十號 就另外一個算法 好 所以四百萬 我們看 減掉第一年我提的折修一百萬 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乘上二分之一 好 這邊也是乘上二分之一啊 因為半年 好 所以呢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藍色的 藍色的 藍色的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水 好 所以呢 他這邊 這邊的寫法就是這樣 這邊五十萬 這邊也五十萬 好 然後下半年呢 就是這個地方了 好 這個地方呢 我算一下 四百萬 減價一百萬 乘點二五 所以是七十五萬 一半 三十七萬五千 這邊是三十七萬五千 這邊也是三十七萬五千 好 到差二年年底了 所以 所以呢 如果這樣看的話 這一段時間 我的折舊費用 累計折舊費用 一百萬加上七十五萬 所以是一百七十五萬 應該跟課本就一樣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是不是累計折舊 所以第一年的折舊費用 就這一段 差一年的折舊費用 就這一段 差二年的折舊費用 就這一段 差二年的折舊費用 所以是不是跟他一樣 好 你可以看一下 他差第一年 差零年的折舊費用 五十萬 差一年的折舊費用 八十七萬五千 好 差二年的 六月三稍的帳面價值 是不是四百萬 減掉 一百七十五萬 所以呢 他的帳面價值是二十二萬五千 對不對 所以他只是用不同的折舊方法去算 他這種算法 就跟年數合計法的算法是一樣的 那我原來上面寫的那種是 也是一種 當我備註一個地檢法 或定律地檢法 你在年度當中取得 另外一種算法 我就是第一年是不滿一年 往後的我都是不分割了 這個算法就每一年都是分割 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比較平衡是上面那種算法 這比較簡單 好 所以考試的時候 那我會注意給答案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考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可能要給兩個答案 到時候你們怎麼寫 寫都可以 好 課本上面的解答 他的折舊票是這樣算的 另外一種 背書的地檢法 或定律地檢法 他如果在年度當中取得 他的折舊票是這樣算也可以 這兩種都可以 但是你要記得喔 年數合計法的時候 你怎麼能用這種方法 美女都要切根 好 年數合計法 年數合計法 三個月之一 好 繼續我們的年數合計法 好 所以我剛剛講了 我待會不講 那個折舊方法的計算 因為就課文裡面的折舊方法 跟我們之前講 沒有什麼太大 好 好 這樣理解了嗎 好 只差這個地方而已 其他應該就沒什麼時候了 好 其他呢就跟前面的算法一樣 好 好 不用算到晚吧 應該你們接下來往下算就回來了 好 一樣的處理方式啦 只是折舊吧 折舊的基本不一樣 所以你一個帳面價值就不一樣 那如果是不具有上業實質一樣 不承認損益 那就是你帳面價值 像這個例子 簽上他獲得金金 當作販戶資產的獲金了 好 這是交換 好 資產交換合作的例子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很快看一下那個 折舊方法呢 我帶大家看過就好了 在298頁 好 折舊是一種成本的分攤 好 那你看看呢 折舊的觀念就是 除了土地之外 好 298頁 折舊乃成本的分攤 除土地之外 各項不動產廠航及設備的服務潛能均因資產的使用或時間的經過而降低 好 那這個快進呢 就是以折舊來反應這個資產服務潛能降低 好 那就是有什麼 在他的提供服務的期間做合理而有系統的分攤 所以他的分錄都是借折舊帶累計折舊 就是固定的 那再來折舊的費用的歸屬 那當然是折舊費用 好 這個如果你是跟生產有關係的 那當作是什麼 製造費用的一項 這個跟成本快進是有關係的 好 那但是製造費用的一項的話 那就是你的製造成本就會是存貨成本之一 那如果你是管理部門或者是營業部門的折舊 那都算是什麼 營業費用 好 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我們折舊金額的計算就是成本減掉殘值 得到叫做可折舊金額 也就是說你提的折舊金額最多就是這樣子 你的帳面價值永遠不能低於殘值 好 也就是說你要 就像我們的 那個這樣 背書於的地形法 或年書 這個背書於的地形法 或低於地形法 我計算則就是說都不考慮殘值 但是你要記得 我永遠都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我的帳面價值永遠大於最多等於殘值 它絕對不能小於殘值 不能 好 所以雖然背書於的地形法 或年書 背書於的地形法 或者是低於地形法 我在計算折舊金額說不考慮殘值 因為我是帳面價值不承諾我的折舊率 但是永遠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的可折舊基礎呢 是成本減掉估計殘值 就是我最多可以提議的折舊跟金額 好 那再來後面呢 就是因為服務數量 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所謂的活動量 或者是產量 或者是經濟實質法 應該說物質年限跟經濟年限來決定 好 這些你自己看一看 這是我們書館裡頭提過了 方法有生產數量法 直線法 地減法 好 地減法呢 有分成我們剛剛看到的 電力地減法 倍數就是地減法 倍數可以1.5倍、2倍、3倍都可以 好 然後再來還有個什麼 年書和氣法 都算是地減法的拯救方法 最視力實 請你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呢 折舊方法的 折舊的特殊的問題 第一個 其中取得 請你看一下 304頁 如果你在年度當中取得 你的會計政策 除了會計折舊方法的計算之外 折舊的會計政策有好幾個面向 第一個 你的折舊方法的取得 折舊方法的決定 這是你的會計政策 第二個 會計政策呢 尤其對於是在年度其中取得 我的會計政策和折舊的提列的時間的判斷 可以有很多種 一個 我如果依半年為基礎 就是假設我的年度結束日是12月31號 所以呢 我有折舊方法的計算是 要嘛我就是提一整年的 要嘛我就都不提 如果我在6月30號之前買 我就提一整年的折舊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換言之你在7月1號才買到的資產 當年度都不提列折舊 就是以年為單位也可以 那另外一種呢 我覺得一這樣子來判斷呢 可能落差太大了 好 那我就是1月份 如果呢我在年度當中 譬如說我是在3月份買到的 我3月份那一整個月完全不算折舊 我從4月1號開始算 好 那另外一種也可以說 好 我3月1號買 我3月份買到過 不管3月哪一天 我是從3月份開始算 也可以 好 那另外一種是 我用到月日來看 如果我3月15號以後買到的 我3月份內的月都不算折舊 如果3月15號之前買到的 我3月份算一整個月的折舊 好 最後面呢355月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在年期中取得的話 好 所以他說有4種政策 第一種是其中取得 取得年度一律提列半年的折舊 好 除分年度也是一樣 好 取得年度跟除分年度都是半年的折舊 另外一個呢 是取得年度一律提列一整年的折舊 除分年度都不提列折舊 好 那再來呢 是第4個是前半年取得呢 資產提列全年度的折舊 後半年取得的資產就是剛年度 都不提列折舊 第4種呢是以月為單位 好 那一取得 取得年度一使用的月數 佔全年的比例來提列折舊 所以我們這組的都可以 好 那這個是你的時間怎麼去選擇 怎麼判斷尤其其中的 好 那生產數量法 直線法定律 還地檢法呢 那你去看一看它怎麼規定好了 好 那施例十二就對於這三種折舊方法 它的其中取得的折舊分的計算 好 那你可以看年度和計法呢 是最麻煩的 因為它一定什麼 一定要分 好 譬如說它是10月1號取得的 所以它一定要分成前三個月跟後九個月 好的折舊費用的計算 然後如果雙倍 好 這個是雙倍的地檢法 就是我剛剛所謂的倍數語言地檢法 你可以地檢五倍 可以兩倍 可以三倍 那這邊是雙倍 就是二的 好 兩倍 好 那它的折舊費用的計算 好 比如說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307頁 它的算法就跟我什麼 跟我上面寫的是一樣的囉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10月1號拿到的 所以你看差五年呢 我是帳篇價值26萬乘上 因為你的倍數呢 它是可以用五年 所以是五分之二 所以40% 然後第一年呢 是五分 這個十二分之三 只有三個月 那第二年開始呢 我第一 第二年的帳篇價值就是26萬減掉 第一年提貸的折舊是26000 所以第二年我的帳篇價值23萬4千 成到40% 它就沒有去分了 這樣看懂嗎 所以它的寫法 就跟我這邊上面的寫法是一樣的 我只有第一年 其中取得只層面三個月 往後我就不管了 好 所以課本上307頁的寫法 就跟我這邊寫法是一樣的 好 那錫題呢 略形題的第三題的寫法就是下面 它就跟年初和機法一樣都分斷 就這樣而已 好 再來看一下呢 估計變動 有一點嗎 沒有 估計變動 基本上呢 我的估計 我們剛剛講 我提列則只有三個數字 下一個方法 三個數字除了成本是確定之換 其他的殘值跟那樣的一些都估計來的 所以這兩個如果發生變動 我們叫做估計變動 或者叫估計改變 那估計改變 我們的快計處理放進去 不做估計往 所以我發現變動那年 那個時間點重新去計算 去計算當年就應該提列的則就變 我們要去追溯以前應該提列多少 好 亡者提議 對 不追溯的意思是亡者提議啦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了吧 好 那我們從現在改變的重新去計算 依現在的條件之下 應該提列的則就沒有多少 所以殘值 那樣明顯改變 都叫估計變動 那我的折舊方法的改變 也是估計變動 好 以前我認為直線法是可以做合理的成本燈灘 後來發現像汽車 新車不用什麼維修 但是呢 經過了四年之後 這個車子的維修費 能夠慢慢的增加了 所以我覺得像車子的折舊方法 如果我要合理的分攤 使用這個資產的當中的成本都一樣的話 那我汽車應該是採取連續合計法 或者是倍數率的遞減法 總之它比較適合用的是遞減法 因為第一節法就是我的折舊費用一開始比較多 然後越來越少 那因為呢 我的車子呢 是新車維修比較少 但是經過了三年四年五年之後 它的維修分度越來越高 所以整個維修費用加折舊費用加起來的話 就是這個車子的耐油年限當中 你的成本跟它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那我原來用直線法 後來經過了兩年就我發現 車子的這個維修呢 它們會有逐年增加的傾向 所以我決定把它改為遞減法 就是一開始折舊費用比較多 折舊費用比較多 然後越比越少 這種折舊方法的改變 也叫估計變動 所以也叫做估計變動 都不塑計 好 所以你要去做 先去理解一下這個改變 是什麼樣子的改變 如果是純粹是估計變動 那你就從變動那一年度 根據它的變動出來之後的幾問層 變動的地方 重新去計算當年要做的折舊費用 這個叫做估計變動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事例13好了 好 事例13我們看一下 因為到時候估計變動 或者是我們的會計錯誤 折舊錯誤也會 也是我們必好的一個 或者是常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事例13呢 307頁 差3年1號買進 機器180萬 10年沒有殘職 極限法 然後第一個 假設差5年年底調整後 重新評估 好 那個決定將機器的折舊方法 改為年序和計法 然後估計的耐用年限不變 好 要做差6年的折舊費用 它告訴你是 這個例子是告訴你 差5年度調整之後 也就是說做完折舊的調整之後 然後發現 重新去評估 好 然後呢 決定把它的折舊方法 改為年序和計法 然後耐用年限不變 好 那第一個 我們怎麼去計算 差6年度的折舊費用 好 我是差3年的1月1號買的 對不對 好 差3年1月1號買 180萬 10年沒有殘職 好 好 差3年的1月1號買進來 所以 180萬 除以10 沒有殘職 好 所以呢 我每一年提的折舊費用 所以我每一年提的折舊費用 是1萬 18萬 好 好 好 然後在問欣賺 我提的折旧費用是3年 所以我提的是54萬 好 那X6年我們要提的折旧怎麼算 X6年12月30年 我決定把它改為 X5年底以後就決定了 改為年數和切法 那我先不定 那我現在的賬命價值有多少 180萬減掉54萬的累積折旧 X5年底我提列折旧之後的賬命價值 是180萬減掉54萬 好 那接下來我要改為年數和切法 這是我的賬命價值 然後告訴你呢 我沒有殘值 因為年數和切法要解殘值 它殘值是0 不變 然後它慢用年限呢 不變 本來10年 X3年是10年 我到了X5年之後只剩下7年 所以你知道嗎 年數和切法是什麼 是7 然後呢 2分之N N是7加上N加1 所以我的分母這邊是28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180萬減掉54萬 好 除 除 28分之7 就除以4了 好 所以呢 X6年的折旧費用是315000 就這樣子 好 因為我X5年調整之後 從X6年就開始啊 好 然後呢 第二個小提示 機器還可以用6年 沒有殘值 所以第一種情形是這樣子 好 第二種情形 我一樣180萬 減掉54萬 好 那現在呢 它的賬命價值 然後殘值一樣是0 那我X5年底調整之後 估計從X5年看還有6年 換言之 以前全部這個只能用9年而已 可是前面呢 我用10分之1 我前面已經用10分之1算了 我們什麼 王者一億 所以我現在只剩呢 從X6年開始去算6分之1 因為只剩下6年 然後我折旧方法不變 好 所以是180萬減掉54萬 除6 所以是21萬 好 我如果第二種情形 我的年限改變了 那我的每年提的則就非要 就是21萬 好 所以這是308月 好 這個是估計電動 這是課本上面都有的 好 例子 那我看一下如果快器發現錯誤了 好 我們把這邊講完了 我們就可以發考篇 好 有人來得剛剛好 我們可以要來拿考篇 好 後面幾個同學 這是我臉都有看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事例14了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要怎麼做 X7年中發現 X6年初購入機器成本25萬 但是我買這25萬的時候 物以為是維修費用入帳 這個機器可以用5年全值是1萬 採用年書和計劃不列折就 然後不考慮折就費用 不考慮所得稅 然後請做X7年度應該有的更正分入 好 你去想想看 X6年的時候呢 我買進來這個成本 好 機器25萬 但是我以為是維修費用 好 所以呢 上個年度的維修費用是不是多了 那因為他沒有把它當作資產 所以他也沒有提電值 對不對 X6年的時候 但是這些費用都是什麼 上個年度 X6年度結束的時候 就已經什麼 純利匯總調整到保留領餘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交易跟正分如何 等等 у нас 我現在要把它切成 енер點 然後來年度 我們會是不得 很有利 到你 覺得很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